大家好,歡迎來到MIDI4U系列,趕進入U前的第三集 這個系列會邀請不同大學的大學生,為大家不同的學科分享 我是Paula,今天的主持,今天很開心邀請到Tiffany為我們分享 不如你也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Hello,大家好,我是Tiffany,我今年已經是4年了,其實我是讀VU Camille Journal 平常都是我面對訪問人,但這次第一次被人面對訪問也有點緊 不如事不宜事,我們現在開始了 聽說Cammule School都有不同的學科,為何你要選Journal? 其實Cammule School有分為公關及廣告、新聞體和電影 我為何會選Journal呢? 因為我自己個人都比較喜歡寫字,所以我最後還是選了新聞系 新聞系應該有細分不同科,那你最後是選了甚麼科 其實新聞系有分為中文新聞專修、國際新聞專修和數據及媒體新聞 我自己是中文新聞專修的 其實中文新聞專修和國際新聞專修有甚麼分別呢? 最主要都是語言的分別,就好像中文顧名詩就是講廣東話和寫中文的字 然後國際新聞專修就是最主要都是用英文的 其實這兩樣東西再細分下去都有分財經新聞、廣播新聞和普通組別 我自己就是普通組別,主要就是文字記者 聽你講都發現原來新聞系有細分很多科 如果對於有興趣讀新聞系的話,你覺得甚麼性格會比較合適呢? 我覺得其實膽量是一件頗重要的東西 而且都要懂得跟人溝通和相處 因為我們做記者很多時候都要interview人 我們很多時候就要問問題 如果我們很怕青的話,我們最後問出來的東西 別人都未必可能想回答我們 另外我覺得其實熱誠也是一件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始終現實來說,記者又辛苦,人工又不算很高 而且可能現在社會都對記者的要求比較苛刻 所以其實熱誠是很需要用來支撐記者的攻擊 那你覺得為甚麼準備一下自己會好一點呢? 我覺得其實最主要都是要提新聞 因為其實新聞是一件比較枯燥的東西 你一定要肯定自己是真的可以喜歡可以堅持的東西 去到之後才可以是一樣好的東西 因為其實怎樣說到呢? 因為我們之後讀書的時候和工作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是要寫很長的新聞 如果我們熱誠不夠的話,其實會很辛苦 如果聽說要有熱誠或要採訪 那學校有沒有一些海外或者實習機會給你? 其實Journal裡面實習是compulsory的 在commute school就會在你year3的暑假裡面 幫你找實習機會 他們會幫你安排不同的報社 其實我覺得實習是對記者來說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你進入了一個報社 你才可以真真正正地去試記者的工作 例如你會去一些記者會、採訪和真正地寫稿 這件事其實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讀新聞系很多時候都會關於訪問等等 其實都是講求經驗 或者學校或日常心目中 你有沒有一些額外的採訪機會呢? 本身其實我們都有很多assignment 都是要寫新聞報道的 但其實另外我們還有一件事是predicum predicum就是要做一份學生可物出來 其實我們有細分很多不同的架構 首先最大的就是總編、副編、編輯、記者 我year3的時候是做記者的 可能我們要做事就是想想要寫什麼古題 要想想跟什麼人訪問和最後寫稿 然後編輯就是year4做的 最主要都是看看記者的idea 有沒有OK 以及改了一份稿 最後這份學生可物是每個月都會publish一次的 那Commule School或者對比其他faculty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其實我們一進去就有一樣東西叫HUD HUD就是HUT 就是家企的意思 其實HUD這東西就會有父母、哥姐 四個師兄師姐去 lead 我們每人可能只會有一至兩個HUD 那為什麼會有兩個HUD 就是可能如果你長大做師兄師姐 然後你想做父母、哥姐的話 你就可以去報名,然後去 lead 一個HUD 而且每人只可以有一次機會 總括來說,你最多只可以有兩個HUD 所以其實大家都會很珍惜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圈子算是大家一定會長大很久的 今天都聽了很多不同頻道的資訊 多謝多次Tiffany上來為我們分享 大家如果遇到有什麼問題都歡迎在下面留言 這個系列也有不同Degree的學生 上來為我們分享 請留意下一集 下次再見 拜拜